调整调整 因为 当我们的心越平静的时候 你越能把事情处理好 当我们的心不平静的时候 你话会讲错 你的决策会下错 那大家感受感受 你的话讲错了 收不收得回来 老祖宗有一句话说 忍得一时之气 免得百日之忧 就是你可能忍不住一口气 把一些情绪的话说出去了 那你可能要担心 一百天 我得罪他了 怎么弥补 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因为 我们不够平静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考虑不周 然后处理没有妥当 后面还要收拾残局 做事 讲话 其实都是要 平静的 心来讲 所以老祖宗说 心平气和 才能讲话 不然你讲的话 你的沟通 得不到效果 还得了反效果 那平静的心 不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才提起来 要平静 当你的心都很不平静 突然有人要跟你讲话 然后你马上变成平静 有可能 那功夫要很好 所以平静应该是 随时都要用方法来保持 来提醒自己 像成德自己 随时要拿着念佛器 平常没事的时候 心不打妄想 你胡思乱想 心能不能平静 不容易平静 所以修行 其实就是修这个心 让自己的心是平静的 让自己的心是真诚的 来应对 每个人 每个事情 所以你平常就要 不断地保持自己 心的安定 平静 你在面对事情的时候 就从容处理了 那念佛就是一个方法 那你要看看哪一些方法 对自己比较有效 有些人用打坐的方式 把心静下来 但是假如你每天比较忙碌 事情比较多 那你很可能就要在 事当中 就要能够训练自己 平静下来 比方说 讲话 凡道志 重且疏 这个疏就是平缓 急的人 有时候一讲话 越讲越快 那就要提醒自己 讲话 缓一缓 不要太快 大家看我的身材 我本来的性格 大家觉得是缓还是急 急 因为急 首先胃会反应 这个有医生在 应该要请教一下 是不是一着急会伤脾胃 我自己可以感觉 你一着急起来的时候 你的胃会比较紧张 那你伤了胃了 你就吃不胖了 消化吸收比较弱了 所以我本来也是很着急的人 后来遇到老和尚了 老和尚讲经 很缓慢 所以我假如继续急 我听他的经理 心脏会跳出来 我慢慢慢慢就随着他的速度 他讲话很缓 我慢慢习惯 速度也缓下来 不知不觉 听啊听啊 自己的 心也比较缓 讲话也比较缓慢 而且讲话的目的 是要让对方听懂 听清楚是吧 但是我越讲越快 可能对方就会听得比较辛苦了 所以我们讲话也要学哦 大家有没有花过五个小时 专门学怎么讲话 有花这个时间的请举手 请问大家 你每天要讲几句话 不少吧 我那把它学好 每句话就讲对了 对你的人际关系 对你的事业 对你的家庭 都有很大的帮助哦 假如我们不会讲话 那每一天讲那么多话 可能对你的事业啊 家庭啊 人际关系啊 会有不良的影响哦 所以人生也要思考哦 轻重缓急哦 哪一些东西很重要的 要先重视起来 好好去学它哦 像滑手机就不是那么重要啦 打电脱玩具不是那么重要 每天要主动去学 可以提升自己的智慧 可以利益到亲戚朋友的 这一些能力哦 尤其是要把心用对 这是最重要的能力啊 因为啊 福田靠心根啊 你每一念心之对的 你的福报啊 都在增长 你一念心用错了 福报啊 会有减损 所以人的福报啊 每一天都有 加减 尘除 今天 我在路上 看到一个老太太 要过马路了 我扶她一把 我的福报有增加 今天这一件事啊 可以利益到 很多人 比方说我们现在 第一轮在翻译 有可能今天的 法会啊 课程啊 刚好有一个人想自杀 然后她听了 敌伦翻译 结果她说 我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我不自杀了 那敌伦的福报 今天就成以二了 这个佛门有说 旧能一命 甚至七级浮屠 旧能一命 比照七成的佛塔 那功德还要大 所以我们的心 想着要去利益 很多人 然后呢 可以 让 这个 走上绝路的人 都能回头 哇 这个功劳就很大了 有一本书啊 叫 《了凡事训》 这本书